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人代表队和澳门特殊奥运会的近况 以及回顾过去一些经典的赛事 首先很高兴邀请到排球总会副主席欧智荣 以及女排代表队成员李经丽 相信有留意本地体坛的观众都不会对欧智陌生 在我心目中不单只是排球 更是一个全能的体育人 安宏不如交给你介绍你的队友阿丽 好没问题 李经丽就是近年澳门女子排球代表队新进的快攻手 球会是效力红蓝 过去多次为澳门以及球队获得不少奖项 当中是去年的阿拉夫乐运动会 更帮助澳门拿到一面铜牌 米童年也是澳门结出运动员的候选人之一 澳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体育局在一月底已经宣布关闭了所有体育设施 不单只是排球 我相信全澳的运动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知道这段时间排球总会有什么初步应对措施 先说一下 其实应对最重要是在比赛方面 因为比较大的影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联赛 而且也有一些学界的赛事 变成了在安排方面 现在还未知数在场地安排 变成了我们一直在理事会排众方面 都有去商讨的应对方法 究竟如果开展比赛怎么安排呢 因为其实每一个年度的比赛都预先安排了 现在我们已经跨了年度 已经踏到差不多入到年度的中间 我们还有其他紧接的赛事 变成这方面我们也作出一些预备的方案 希望球队有所准备 明白 想问回阿丽 其实这段时间有没有训练 有没有比赛 自己有没有在家做什么 去保持自己的状态 现在最佳训练的 我家里有踏步机或踏单车 平时都会踏单车或踏步 然后也会做一些核心运动 保持自己的体能 其实我也知道 欧志除了排球总会的副主席之外 更加是现时男子排球代表队的主教练 疫情期间会不会有些特别安排 给球员他们训练 坦白说 其实要安排的训练 基本上就不是那么可行性的 我想当然会督促或提醒球员 自己真是自我增值 还有我想澳门的所有运动员都是 一定要自觉的 尤其是在家里 你没可能跳 跳下面会投诉 所以也希望他们自己保持着一个心态 也要自觉 说起代表队 我知道阿荔也是女子排球代表队的成员 在疫情期间 会不会收到教练的一些安排 或者部署 或者如何保持这段时间 暂停的一个状态 竞技状态 教练也会可能 传一些片 给我们说 你跟着那些片 去保持体能 你自己身体 也要保持 起码你有体能 保持 你不会可能 以后再训练的时候 就落后太多 明白 其实我相信 除了代表队的训练受到影响之外 其实本地很多赛事都一定受到影响 我想问回欧子 其实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赛事 是因为这个疫情取消了或者延期 如果本地的 就在这个 刚才说了 学界 其实在学界的比赛 只剩下三场左右 其实预计是3月1日 已经最后 还有男子的桂军战 和男女子的冠军战 现在还在等 等着场地 另外 甲组 我们的排球联赛方面 其实还有大概20多场球 又甲组去到月2 都是去到尾段尾声的 所以 在影响方面 我想最重要的是球队和球营 因为 其实澳门本地的球员本地的联赛 希望能够参加比赛 打完几场球 但是现在还有20多场球 在本地的赛事方面 是的 刚才提到 联赛方面 其实2019年 甲组赛事 其实还未完 现在去到跨年的阶段 其实阿丽也有打联赛 自己也是红蓝的球员 其实初赛的成绩很好 其实已经得到决赛席位 现在这个时间 会不会希望尽快打回球 会有什么心态 都会想尽量打回球 因为好像已经继续了 三四个月没打球 然后 即是很久 即是打球的生涯 好像很久都没有试过 这样的状态出现 然后也会想快点打回联赛 因为始终打到冠军战 也很想快点有场地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球员去训练 或者去赛球 相信很多球员都很想快点打回球 所以我们之前也问过欧子 就说牌种上星期 也推出了一系列初步的措施 有关场地恢复之后 赛事的初步安排 也想问欧子 可不可以简单去说一下 这个构思是如何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安排 只不过是我想有一个特点 就是通知熟会或者球队 最重要就是在赛程的安排 给一些心理准备 假若服赛之后 在比赛的密度 可能会加密 譬如可能因为 其实一直这么多年以来 因为在场地 可能我们一队球队 如果比较密集一点 就可能一个星期 就是现在上规我们 现在的安排 可能当有场地的时候 我们会有机会 可能连续 今天打完 明天会打 通常都会安排在 星期六、星期日 也会有机会在平日 一至五的时间 但是全部都是正常的放学 放工的时间 只不过是可以说 给球队 因为以往的节奏 不是这样的 给球队知道 或者会这样 其实就不是一些 什么特别的安排 是是是 那都想听完总会 这么说了 想问回球员阿丽你 虽然你们球队 已经入了决赛 可能只剩一场 影响不算太大 但是都想问回你 作为球员身份 听到总会有这个安排 或者你自己的提法是什么 就会觉得 其实已经知道 有一样东西发生 然后 那时候看到之后 如果有场的话 很好 起码现在想想 疫情发生了这么久 其实都会想到 应该会有些改变的 其实 作为球员 如果不是 打到冠冠战 自己都会知道 有些情况出现 是 其实总会的出发点 都是 卫园人动愿好的 是的 都不想笑了一个比赛的机会 是 那之前欧子也有提到 就是最近 都有希望收到一些熟会的 情况意见 那个成效大不大 其实 我们通知所有的球队熟会 最主要 刚才我说了 就是让他们知道 有个心理准备 会有这样的时间性 在那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说了 不是一个 就是改赛制 或者是特别的安排 主要是个别很少的 有一个 这个反映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他也是关心 比如说 女子队方面 其中有球队说 因为女子已经去到淘汰 比如说 在四场方面 有一队已经出来了 但是另外一队要打 打完之后 如果第二天再打 他反而觉得 对另外一队不公平 就是害怕会不会这样 其实这个 他们也考虑得比较全面一点 但是对安排方面 基本上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其实排中一年 都会举办不少比赛 可能银排赛 或者联赛 甚至沙牌 都有两个行上的赛事 我想问一下 阿丽 其实打了球 都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说每一年 会特别期待哪个赛事 以前就是打室内为主 然后近几年才开始打沙牌 因为沙牌刚刚才开始打 亦都会对沙牌这个赛事 比较有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 以前那几年 一向都有打开联赛和银排赛 但可能是 实际上一定是月祖的组别 后来近几年都是升甲组 然后才打 所以相对来说 打沙牌是因为近几年所做的事 所以都会特别注意 看看自己有什么得着 那你觉得沙牌有什么吸引到你呢? 沙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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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的 沙牌 因为我觉得自己作为辅工手 我很少会接触 譬如设计球 或者接球 其实沙牌算是一个 全面一点的拍球运动 因为我是副工 所以我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也希望透过沙牌 可以令到室内的排球水平更加提高 欧子也有打排球的联赛 看到你们也有身影 自己又喜欢哪一行 忠诚于 其实有波达 很简单满足到 好像李经历这样说 其实排球是一个又难学又难征 尤其是澳门比较业余的环境 所以接触多些方面 譬如说沙牌 或者现在有轻牌 或者小一点软牌 其实我想对于打排球的人来说 就知道 接触多些不同层面的技术环节 对自己 其实你练好一点的 好玩一点 当你打球 所以总之 对于我来说 就有球 其实 刚刚欧子也提到 软牌 软式排球 其实都知道 有加联华这个活动 好像都因应这个疫情 而因为延期 甚至可能未知的情况 是的 因为软牌 就比较 年龄层更加小一点 所以其实 基本上 所有的排球的活动 都是要停下 因为你的场地关系 尤其是排球 是一个群体性的 运动项目 所以也要真的 希望快点疫情 快点过 基本上总会所安排 原定的安排计划 都要延期 去安排 对 也想问一下 欧子就说 代表队的年度计划 其实 因为这个疫情 有没有说 有些打乱了的感觉 其实除了本身 我们澳门队的 出外比赛 有影响之外 其实我想 这个相关乎 今次的疫情 不仅是一个地区 说的是全世界 或者我们近些 说的是亚洲 或者我们国内 因为主办方面的 地区性 都未可以确定 所以参加不到 如果说回男女子 的比赛 或者说回青少年 因为本身 真真正正直接影响到 在二月头本来有一个 全国中学生运动会 其实本来二月头去 这个零下参加预选赛 但是已经取消了 其实我们也订了机票 也要全部取消了 另外如果男子队方面 就是今年的双数年 就是我们2020年 男子出外的比赛 就少一点 女子反而就会多一点 那现在女子 女子就有两个赛事 是亚洲赛的 暂时还未知数 因为一个在国内 一个在香港 也是在七八月份 这个就未知 男子本来有三月份的地区赛事 但是现在肯定 在国内的肯定 已经不知了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影响 那阿丽也打代表队 那会不会自己 整一年的计划 甚至是上半年 会不会已经有点乱了 其实 我知道的错事就是 二月份的时候 南京有个大学生 然后那个比赛 一开始刚刚爆发的时候 已经说要延期了 那时候 本来已经开始组队训练 其实已经打乱了我们一部分 接着 来到暑假有一个挑战杯 挑战杯和冬区赛 然后这两个赛 地区性的赛事 是的 然后本来之前 教练也是打算 打学生那个赛完之后 就开始着手准备 这两个赛 因为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 到现在四月之后 又可以打一波 手都行买 是 没错 其实说完今年的年度计划 也想问回欧子 其实排球总会有没有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或者目标 会不会说 还会想向着一个 什么方向去发展呢 其实 目标方向 不是现在说疫情就有的 一向都是 我想排球方面的目标 我想现在 不是单方面的水平去到哪里 我想比较全面的宏观去看 其实是在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想要现实一点 始终我们排球 在澳门 也是属于一个业余的水平 其实有一个挺好的指标 因为我们有了大湾区 甚至乎可能年代到叫做一带一路 因为这些比赛 对于澳门的水平来说 留了一样 还有就是阿拉夫路 因为去年开始重办 我想对于澳门的排球 男女子也好 这个是近年 因为很多比赛都停了 又没有大湾区 反而在这个层次方面 或者这个目标性方面 比较有目标一点 因为亚洲赛当然 亚洲赛或者国际赛 我们一定会参加 这个真的是真真正正吸收经验 但是对于澳门队来说 去有个什么目标去比赛 能够增胜或者好一点的成绩 刚才就是以上我说的几个比赛 这个就是在水平方面 另外就是发展的方向 就是普及性 刚才说了很多不同软牌 轻牌各方面 我想这个也是排球总会 在这十多年 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取得一个成功 不单人口基数在排球层面 其实现在澳门 也有继续去推动一些国际性的赛事 比如在国际这个旅牌的联赛 其实目前在那个竞技层面上 带给观众也有很多新鲜感 其实都最近收到一些新的消息 就是可能因为延期 甚至可能有其他的安排 其实在排组方面 就是在这个角色协助角色上面 有些什么的应对措施 那已经是确实收到通知了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会延期的 那预计在这个东京奥运之后 但是刚刚 其实现在的讯息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更新的 那刚刚收到的讯息就是 东京奥运会是否可能 即不是可能 已经在说希望推迟到明显 那究竟VNL 即这个旅排联赛 我们澳门以往的大奖赛 究竟会什么时候举行 应该这段时间 每一天都会和国际排组 开会商讨 究竟什么时候举行 还有我想我们澳门排组的角色 对于人手的安排方面 就是因为很多工作人员 技术性都是排组的 因为有很多学生 那么时间上的安排 最重要就是这个 是明白 那可能因为这个赛事延期 那也想问一下阿丽 你自己作为一个球员 无得看比赛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年年 我都会去看大奖赛的 然后今年又会推迟 那其实一定是会有些少可惜 那也都因为 会好像追星那样 看到那些明星 那些球星都觉得 很厉害 也都希望可以看多些比赛 这样吸收一下 就是吸收多些经验 那也真的有些可惜 是 没得看比赛 还有很多市民都因为这个赛事 留意了本地的排球 就是互相推动 那欧志作为一座排球界的老大哥 前辈 不敢说 不是 亦都会不会有些寄予 或者给我们一些年轻运动员 甚至是一些后期之手 一些希望说话 给你鼓励他们继续这条路 我想现在澳门的年轻运动员 其实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多比赛 多比赛 现在我们经常说场地不够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澳门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想也看到现在 年轻运动员 比以往我们更加有条件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刚才之前说的 究竟要球员做什么 其实就是一定要自觉 就是真的要自觉 你没办法去究竟有环境 或者你找全世界最好的教练 都是一样的环境 问题就是要运动员自己去自觉 而且更加要找方法去爱这个运动 我想就是这两样东西 最叫自觉中意 先和两位聊到这里 再次感谢欧子和经历 想到我们节目分享 节目第二部分回来 继续有其他的体谈消息 欢迎回来节目的第二部分 四年一届下季残制人奥运会 将会在8月底至9月初 在日本东京举行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 五多项的残奥积分赛 未能够预期进行 澳门代表队 争取残奥入场卷的计划 亦因此而受到影响 澳门是从1988年开始 参加四年一届下季残制人奥运会 今年的东京残奥会 是定在8月25日至9月6日举行 不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近期全球范围内的 众多体育赛事都受到影响 包括残奥会的资格赛 亦不例外 上半年大部分的积分赛事 都被迫延期 或者未有最新的消息 澳门残奥委员会理事长 非能地就表示 目前国际残制人奥委会 可以尚未公布澳门哪些项目 有足够的积分出战今届赛事 而近期积分赛的取消 令澳门能不能出战今届残奥会 变成未知之数 我们今年开始 差不多由正月我们的计划 要去大陆训练 要去很多国家比赛 种种 现在忽然之间 国际残奥委员会 已经确实了 参加不到积分赛 我们不知道 残奥委会里面 如何评估 过往的分数 过往的表现 过往的比赛成果 直到现在 国际残奥委会 都未曾有什么表达 我们只有等待 非能地预计 国际残奥委会 大概会在5至6月份 公布参赛之格 过往澳门在世界赛上 轮椅剑击項目表现较为得出 唯一的代表 劉燕儀 曾经参加2012年的伦敦残奥会 最终是女子个人 重劍A组名列第九 上一届 就因伤错过了李若残奥 在最近4年 劉燕儀 就已经由全职 转为业余选手 她表示 这些训练情况没有过往理想 准备这一届的时候 我全部时间 几乎都是澳门训练的 除了很少的 出去大陆的短期集训 因为始终在澳门 现在仍然只有我 一个轮椅剑击的船手 在训练上 我们没有队友一起训练 我也是靠俱乐部的 其他健全的剑手 有时坐下轮椅 就和我打一下实战 所以加上世界各地的轮椅剑击 船手很多都是全职的训练 所以今年就尽力争取 劉燕儀今年原定 是出战两个重要赛事 包括今个月的世界杯 巴西站 和下个月的阿錦赛 不过都因应疫情而取消了 劉燕儀现时在配件A级 排世界第14位 目前仍然要等待大会 调整计算职分之后的结果 至于乒乓球 项目澳门代表队 就力争首次参加查诺会 现在画面看到的是 近年为澳门旅获佳职的 林爱敏和余彩虹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们未能按照计划前往内地集分 和外出比赛的计划也有变动 但他们表示仍然会坚持训练 为未来参赛做好准备 其实我们很早已经计划了 即是去年年底 我们就要计划今年的东西 计划着去二月有阿祸 还有五月份有一个斯洛文尼亚的菜 还有练续都有好几个菜 就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我们所有计划都打乱了 现在目标都是自己身体要紧 还有希望好好武装自己 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比赛何时来 就是觉得要有准备才可以打好一场仗 所以尽力练好尽力武装好自己 以最佳的赚打出去比赛 而教练关方德就说 现时仍然保持一个星期五日的训练 争取令运动员首次登上残道会 训练主要加强了他们的训练内容 和训练的强度 希望可以尽量争取去打得奥运的成绩 目标是这样的 所以训练也没有停过 见时残道会除了设有残疾障碍的比赛组别之外 也设有自力障碍方面的赛事组别 澳门特殊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陈宇嘉 在四年前就曾经参加里约残奥会 这名重点培训的游泳代表一直在澳洲集训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多个争取奥运继分的赛事都已经暂停了 打乱了特奥会争取奥运入场圈的部署 澳门特奥会执行总监肖宇康表示 希望国际赛事能够顺利延迟 有更多的时间去争取奥运继分 整个疫情影响就是全部的比赛都停了 我们都要等赛会有进一步的宣告它之后的成绩 如果它说不再做了 就是计算之前上一年的比赛 由于上一年我们参加的比赛的次数不多 我们会担心营养的资格 不过我们都希望它会有机会延迟 可能令我们有多时间做一些计分赛 肖宇康也说到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 居家训练是未必合适的 需要在沟通技巧花更多的心思 并且按照不同的运动员特征 才能够设立适合的训练内容 而师傅益请的情况 早前部分精英计划内的运动员 就已经恢复了训练 希望维持他们的身体质素 其实运动员基本上 各别的体能训练都开始復操 冰冰球的各别的一对一的运动 我们都会有做的 一些集训练可能会做一些跑步的运动 其实要明白 我们有特殊需要的运动员 其实他们和一般人 即是他们说居家训练 对于他们来说未必是这么合适的 也都未必能够处理到他们的状况 所以我们都会安排一些状况 当然现在疫情好像有点紧张 可能就会暂停一下 那我们都会少回疫情的状况 在我们力所能够的地方之下 能够给一些基本的训练 去保持他们的水准 蕭宇康补充 目前会以维持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为最大目标 再根据国际赛事组委会 在疫情后的安排 才能够定夺之后的部署 有来到体坛回顾系列 塔石广场的前身塔石球场 虽然是室外场 但当年举办过大大小小不同项目的比赛 包括了排球联赛 安盈牙 你又知道吗 当然知道 因为我听过不少排坛的前辈说过 气氛比起现在更加热闹 但很可惜我没有经历过 不过都不要紧 今集就会带大家一起重温 1995年的男女夹排球联赛 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女子组比赛 这里就是现在的塔石广场 在画面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观众进来看球 这一场就是当时争夺名次的第一场比赛 有尖挑三个忠信对着封铃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还在裁判的黎苑和黎瑞 当时的塔石球场可谓非常多元化 排球场的另一边同时都在进行籃球赛 同样是相当多的观众 原因之一 相信是因为在室外打 就算不是球迷特意来看比赛 但刚巧球场的两边都是马路 不多不少都会吸引到街上的市民 路过没工作就进来看球 所以当时的气氛真的特别热闹 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当时打球的装束和现在有少少不同 现在女支队大部份的球衣都会穿背心或短皱为主 就很少看到会穿着长袖来赛球 除非是穿在里面用来打底 另外,长的球衣也是当时的象征之一 近镜头穿着白衣是代表龙丸 我们可以看到穿着6号球衣这位二传手 就是现在浸信中学的排球教练刘可欣 而对手就是当时女甲奪标的大热门 蓝白子锋 虽然在分组赛就以局数2-3不敌龙丸 但到了第二阶段 蓝白子锋成功报上一败之首 蓝白子锋在这场以局数3-1击败龙丸之后 就变成最有机会得到女子冠军的一队 另外,相信眼里的观众就已经看得出 当时打的排球就跟现在平时见的蓝黄色的排球不同 无论是质地还是颜色方面 当时室外场就是用这种全白色的排球 现在都已经是非常少见的了 画面看到穿着蓝白子锋衣的中唇 当时都非常厉害 在名次赛先后击败风铃和带桶,两战全胜 当时的甲组联赛其实都不是太多队伍参加 跟现在差不多都是围绕着6-8队 月组的队伍就相对较多 而当时甲组的计分制度都是五局三胜制 亦都切有雕屎 不过每一局只打15分 就不同现在头四局是打25分 在决胜局才打15分 这一场穿着白衣的就是龙丸 同样是当时的奪标热门之一 米分组赛首名出线 入到去复赛的队伍 按照赛例是要进行名次之争 龙丸这场对着展龄 最终以局数3-1勝出 比分是凋时15-17 15-1 15-3 和15-10 镜头一转就和大家看看1995年南甲的赛事 穿着白衣的就是千线 当时以四战传承拿到首名出线 这场对着展瑞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千线穿着8号球衣的球员 就是现在澳门排球总会的副主席欧子永 亦都是男子代表队的主教练 对手展瑞都有一位 但现在还在排球坛非常活跃的球员 就是刚刚扣完球的林永健 当时澳门南排黄金一代代表队队长 亦是现在帮助澳门发展沙牌的教练兼人员之一 说回当时在室外场比赛 虽然比起室内气氛可能会好些 但对于球员来说 相对的难度都会大些 一来是因为石屎地 球员在救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受伤 二来亦都存在天气的问题 如果比赛当日是很大风的话 就会很难控制球 现在画面看到穿着9号球衣就是魏金雄 同样是施职二传手的位置 亦是现在澳门男子排球代表队的助教之一 虽然没有再代表澳门出赛 但还是夹组球员来的 效力着指风 当时魏金雄就是代表农远 这一场就对着忠信 虽然农远在分组赛输给千线以刺名出线 但这场可以说是压着忠信来打 头两局轻松赢15比2和15比1 虽然第三局较为激烈 但农远都可以稳住阵脚 最终赢15比10 羽毛球总会成立于1982年 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的赛事 积极推动本路羽毛球的发展 今集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两项经典羽毛球比赛 分别是1994年的全澳公开团体赛 以及1997年的全澳公开双影大赛 全澳羽毛球公开团体赛 已经是26年前的比赛 是在网下体育馆举行的 当年的男子团体决赛 是采用五局三胜制 由竞华A对着忠信 力增为面的竞华A 首战派出画面左方的邓世翊 对着忠信的审计中 结果审计中是以15比9和15比5 直落两局胜出 为忠信先拔头筹 审计中在八九十年代的澳门羽毛球坛 可以说是戚册一时 多次在本地赛事封凰 最后忠信的罗宝 在近接一场 连赛两局15比7 击败竞华A的罗加伦 之后进行的双打赛事 审计中和审建聪 同样是直落两局 击败易永佳和陈泽文 结果忠信是以总分3比0 击败竞华A 重夺冠军補助 当时羽毛球是采用15分制 15分制是发球的一方 赢得这一球才能够加一分 如果是接发球方赢的话 就不会加分的 只是交换发球拳 在桂军战方面 背向镜头的海胁 以总分3比1击败中兴B 奪得第三名 至于女子组方面 由于只有五对比 报名各族 所以是采用单纯环来比赛 结果马交队 以四战全胜的佳绩奪 而亚军席位 就由背向镜头上届冠军的中信 和澳门争夺 这两队之前都是输了 比马交 录得两胜一步 今场哪队胜出 就可以得到第二 由于当时的全澳 到女子丹打冠军冯宝丽去了台湾读书 令到中信的实力大受影响 不过中信最后都以3比1击败澳门 得到亚冠 而澳门队就名列第三 而背向镜头的清风 就以3比2击败信毅 获得第四名 镜头一转 就来到1997年的全澳 羽毛球公开双打赛 当时单打赛和双打赛是分开举行的 现在画面见到的是南双第二圈 由镜头影着的邓世翼和沈睡明 对着陈金炮和罗炳 我们再一次见到邓世翼 他当年刚刚是奪得了南丹冠军 这场赛事同样是在网下体育馆上演 说起网下体育馆 相信是不少体育迷的美好回忆 是在1983年正式啟用 当时很多体育赛事都是在这里举办 不过在2011年 网下体育馆就开始重建 至今仍然未恢复使用 说回这场比赛 邓世翼和沈睡明 结果是直落两局胜出的 顺利过关 至于另一场混伤赛事 由现在见到的罗宝和抗卫群这对组合 对着沈建聪和叶嘉宜 罗宝和抗卫群 当年都是澳门代表队的选手 曾经多次出外参加国际赛事 结果这场他们连赢两局 淘汰对手晋级 当时这项赛事依然是用15分制 刚才也和大家说过 15分制是发球的一方赢才会得分 这种赛制令到当时的比赛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备受救病 经过几次改革之后 世界羽联在2006年取消了15分制 采用现时大家熟悉的21分制 再和大家看看当年的南商决赛 由镜头影着的罗宝和梁泽坤 对着邓世翼和沈睡明 在赛前罗宝拍处抗卫群 已经打了一场混伤决赛 经过了个几钟头的角逐之后 以局数二比一击 敗了罗家伦和邵天荣 虽然罗宝是消耗了部分体力 但对于他们今场的对手来说 也不是好处得很多 因为邓世翼之前也打了一场混伤的贵军战 这场南商决赛 原本邓世翼和沈睡明 在第一局曾经领先过 但就被罗宝和梁泽坤反胜15比11 第二局的情况也是一样 罗宝和梁泽坤落后的情况下扭转局势 这次来回多板后沈睡明打出界 在这局罗宝和梁泽坤再赢15比12 结果他们直落两局胜出奪得南商冠军 至于这场面向镜头的沈建聪和易永佳 以局数二比一击败麦荣卿和陈泽文 收获贵军 澳门羽毛球总会多年来积极推动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的赛事 令到羽毛球现在在澳门已经相当普及了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既见群影除了星期二晚10点半首播之外 在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下午3点钟 是澳闲澳门、澳门体育以及澳门资讯都会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重温今集内容 好了 今集节目到这里了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 拜拜 by bwd6